今天一个下午我都在电报群里看到了一个争吵 实际上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是关于共产党倒台以后 会不会有人看到这个遍地出现的张献忠 反过头来怀念共产党的统治的这个时代 那会不会有呢 你看看今天的俄罗斯你就应该知道 有的一定会有的 但是有人想过吗 张献忠在历史上只有一个 事实上 他在四川杀的人 可能没有人能够超过他 后来人们也看到了在蓝芳 杀人能跟他相比的 譬如说 洪秋拳 但是洪秋拳不是以杀人出名的 同样真体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留在人们记忆中的 应该是那部真文正宫家族 以杀人为乐 留下字号的 就一个张献忠 算是顶了天的了 那么今天中国的现象 有没有超过 张献忠那个时代呢 张献忠也不是一上来就杀那么多人的 对吧 中共建政以后也是这样 一波三折 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 他分别有两个重点 前三十年主要是搞阶级斗争 后三十年主要是搞经济建设 那么到了今天 你看到中国的现象 非常令人感觉到烦恼 很多人甚至厌恶他 但是相比共产党倒台以后的动荡 今天他抓你 至少不会 莫名其妙的给你一枪 甚至让你 死无全室 好歹他还有个犹豪 是吧 以后呢 可能不会有 可能会 当天抓 当天就毙 这事之前 应该也干过 五零年正反的时候 他们就干过 所以不是共产党倒不倒台的问题 应该来说 在每一个阶段 中国社会出现这些现象 都是可以理解的 共产党在退出历史舞台以前 他一定会托死所有人 所以我觉得围绕这个问题 进行争吵其实意义不大 看看今天的青年吧 今天的青少年 我看到了很多 大家不愿意看到的东西 比如说今天的小孩子 掉根烟 苗龙刻缝的 搞得像二五仔一样 从小就是 这种人之前也有 今后也会有 大多数来自于 普通家庭 社会底层 他们没有受过 他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他们也不想读书 他们只想靠自己的暴力 来获得自己的地位 也有一些人是爱读书 被学校的教材叫洒了 我看到有些小人 穿着大人的这个隔离服 乖乖啰啰啰啰去排队 做核酸 我们看到的这些教育 都是畸形 但不意味着在其他地方就没有 美国有个歌星 有个影星算是 刚出了一本书 书的名字叫 我很高兴我的妈妈死了 从童星长大的人 很多人都是被剥削过来的 他们在自己还不知道 未来选择的时候 就被父母推上了这条路 那这种现象 可以说事后反思 肯定觉得受到压迫 其实我也见过 一些老年的画家 书法家 被老婆 甚至是老婆死了 续闲的小老婆逼着 一天要画多少幅画 写多少幅字 才能去干别的 因为你死了以后 这些东西会价格暴涨 这些现象 在我们的生活中都是常态 不意外 那么共产党甚至 大肆地在宣传一些反人类的东西 只是你生活在这个环境中 你看不到 你不想看到 或者你看到了 你没想到 比如说今天有人 发出来了一张 像宣传 应该是一个宣传业 讲一个共产党人 在一百年前 为了买枪 为了买枪 闹个命 把自己的女儿 亲生的女儿 卖了 其实还有人仅仅是为了交党费 把孩子卖掉 甚至在 上个世纪的这个时刻 在中东路战争爆发了以后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 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这个口号其实是 共产国际远东局发出的 中共第一时间就响应了 当年已经离开 中共领导岗位的陈独秀 写信向中央反映 这个做法不好 当时的中共中央 因此开除了陈独秀的 中共党籍 可想而知 他们在宣传的过程中 他们尽可能不说 他们即便说也把 很多事颠倒过来说 整个一国国家 就是这样宣传 他不在乎 什么是真实的东西 或者说 正常的观点应该是什么 其实我们都应该知道 在今天的中国 你想探讨未来 非常困难 总有人在说 要支持习胖 连任到死 他能加速 中共的垮台 但很少有人愿意去想 他死之前会干什么 共产党垮台之前 他会干什么 中国真的与世界各国 走在对立面的时候 谁是那个代价 即便中共垮了 在他垮了以后 你能一夜之间 就进入一个 现代富强民主的社会吗 如果不能 那我们还是要付出 巨大的代价 但是为此 而去支持这个党 其实 我相信 也是不理智 因为 他的垮台 不是由 理我支持 或者不支持 来做支撑 他们今天这个情况 实力阶层 已经达到了 这么庞大 他已经维持不下去了 他在求变 除了西方模式以外 俄罗斯 伊朗 三胖 跟西胖 正在河流 他们试图 摆脱 一直遭到西方压制的 这么一个现状 他总是认为 他的路是能走得通的 其实我们都应该知道 即便他走通了 能够给中共这个集权续命 再继续下去 也无非就是 他们继续执政 人民延续痛苦 终归会有一天 这个集权会倒台 这根本就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好 谢谢大家 再继续 再继续